一来熊战 送爱到尼泊尔 去年送了500只熊到尼泊尔 今年的交流要到明年的改变 所以也展现了我们除了对于尼泊尔的关怀之外 也希望说透过我们今天跟他们的互相关怀的一个立场 能够让他们走出天灾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知道那边的天然资源是丰富 但是大环境没有可能像台湾这么的一个风雨足时 所以他们在学习或者是生活的一些频率 都需要各界给他们一些适度的一个关怀 那为什么称为造开 当然第一个跟Maker这件事情有关 所以他这种角色是一种创作的角色 那另外一个造开也是跟我们闽南语的厨房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就很像你走进你家的厨房 是非常轻松自在你每天都会进来走一走 看一看错错东西去满足自己 所以这是场域的部分 可是我们更想谈的是精神 在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会有大人会有小孩 会有男生会有女生 那想请大家想一想 这些角色里面你觉得谁最具有Maker的精神 最不有造咖的精神 也许大家心中有个答案像我说妈妈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到造它主办这件事情 不一定是男生或女生不一定是大的小孩 重点是主办的那一个人 为什么呢 其实平常只有一颗蛋 它都可以做出真蛋、彩虐蛋、荷包蛋、草蛋各式各样 换句话说 一个造它的场域或者你的能力要不要准备好做不一定 即使是简单一颗蛋 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想法给它多元的创作 产生不一样的元素